OK 鍾先生昨天記者會發生了一小事 劉馬車被警方抓了涉及一個風化案 你事前知不知 我事前不知 因為他理得很突然 原來他是在前天的時候 涉嫌做出一些非常誤導的行為 我們也找了法律團隊了解 有沒有機會可以跟警方溝通 可以讓他趕到這場賽事 之後再配襲警方繼續做調查 是否有律師已經在等他 是的 有律師是在等他 有律師 怕不怕他有甚麼舉動 今天由於我們現場很多的安全 大家一定會很安全地進行 所以今天我們本來就是跟警方溝通 有沒有機會馬車可以過來打完一場拳賽 再回去審也好 怎樣也好 現在還在溝通 他現在這一刻 還在警方裡面 如果無論結果如何都好 我們今天的拳賽都會遇上進行 但是我們也會給大家 當然了 答應了大家14場比賽 你可以保持飛美 我們會盡快和大家搞這一場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軸 是霍哥打周永恆 也是我們12場的海選 也是我們每次記者會都說 這12場的海選 還有我們霍哥 周永恆是我們的主軸 阿周 會不會他今晚出來的比賽的成數高不高 到現在都是不清楚 還是一個在警察在扣留的階段 所以無論如何都尊重警方的決定 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直都在聽電話 我們盡能力讓他趕多個來比賽 所以其實很老實講 不到8點半 我們都真的不知道他能不能來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所有的賽事都會如常舉行 那有沒有去到最後幾點 之後會有個 今晚的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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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的形象這麼差 如果再繼續參加 會影響你們的拳賽的感覺 其實在拳賽 每一個人在擂台上 都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多外國的拳王 例如泰臣 都曾經是強姦 而是坐過牢的 在擂台上面 就可以見到我 例如林作 林作是一個普武道德的人 Toyce Toyce是一個賣毒品的人 但是在擂台上面 所有人都是公平 所以只要那個人 他踏入擂台 只是局限在這個正方形裡面 他就可以去打 但是離開了擂台 就好像現在這樣 流馬車 我們極度討厭 甚至是憎恨 有一個人可以竟然被人去涉嫌 做出一些恐怖道德的行為 我想問一下 如果今晚馬車真的到不到 我見到網上有些人都說 會不會是取消他的參賽資格 是 今次我們就會延期了這場賽事 會延期了這場賽事 我們會盡量去 當然也要是龍心去OK 馬車看他何時放 如果真的 他涉嫌 現在如果是認定了罪 我就不知道他坐多久 但如果是放出來的 我們會盡快和大家去 合適的地方 去被我們打掉 大會有問題嗎 差不多了 你有問題要接待 我們要走了 不好意思 各位傳聞 怕不怕會退回 還有一張照片 補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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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起碼弱了 我不同意 起碼弱了 因為 有人說起碼弱了 那會不會說 要退廢朝 怎麼解決呢 我們完全是沒有接觸過任何退廢朝的關係 所以其實可以說回 我其實是今天 我在很多賣票的群組 我自己個人看 還有很多人在賣票 還有我今天 我可以給大家看WhatsApp 我有超級多人 跟我說要買票 因為我們早幾天 就已經一早去賣完 這次我們的票價很合理 普通票是580 880 我們VIP票和VVIP票 大家看到前面 2580 4800的票 在一個月之前 就已經是清光了 那會不會 現在的馬車 他法律程序 那方面 是否全力支持 去協助他 我完全不會支持這個人 是否有很多 有多少保證金 你都會保證他 我完全沒有了解這件事 所以我們不知道 有問過龍心有關於馬車 我們不如拍照 我們最後 拍照 我真是真是 明白 你不是上去那邊贏的嗎 是